接下來我們要做的題目是這幾年 開始比較有人會出的題目 就是那個月亮就是 產月或者是星月 星月 就是 先看個影片 這是7月11號 2013年7月11號 星月大概月亮大概初三左右 的月亮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它的樣子 這個是連續 好可怕 連續的 連續拍的 然後這是有分開的 好來 從這邊就會衍生出一些問題 考試會有的問題 考試會問一些什麼問題呢 考試會問你 長這個樣的月亮 長成像那樣的月亮有兩種 一種叫做星月 初三 初一剛過 一種叫做彩月 古書上的 古人說的彩月 快要到初一的 快要到初一 二六二七的 快要到初一的 問 他是初幾的 還是 初三的還是 二六二七的 問 那個月亮是正在西城 還是正在東深的 正在西城中的 問 他什麼時間 清晨還是黃昏 你怎麼會 你知道 下顯月 下半夜看到 二六二七 下半夜 清晨看到的月末 二六二七那種 黃昏 上半夜 上顯月 上面看到 所以黃昏看到的是月頭的 初三的 初三的 OK 初三的 OK 所以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在清晨看到的那個月亮 那是什麼時候的 二六二七 殘月 你在黃昏看到那個月亮 什麼時候 星月 剛出來 OK 我知道 好 地球太遠 初三 零到地球寫個一 下面升起 上面落下 下面升起 白天了 看不見 落下了 黃昏 看得見 看到就是黃昏 看到就是黃昏 黃昏 然後就是黃昏 二六二七 等到地球寫個一 升起落下 落下是白天 看不見 現在他看得見 來 再來 謝方明 西邊亮的是月頭 上前月西明東暗 下前月呢 東明西暗 你記得啦 裡面就是南方嘛 因為南方左手是東暗 所以左邊就是要照片 左手是東暗 左邊亮 東明西暗 這是什麼 月頭 月頭 另外呢 月末 就會啦 你就知道他有什麼問題啊 OK 判斷方式這樣子 一樣畫地球畫太陽 人家就寫個T88就說就對了 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判斷方式 就是 最近這幾年 有人就喜歡出那種彎彎的月亮 然後問你一些問題 就這樣判斷就好 就是 我們解決的方法 OK